总理李克强的40分钟的讲话 对于全世界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的 有逻辑性的清晰的解释 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新状态 我们看到今天的瑞士本地最大的报纸 新苏黎世报也是在头版非常显著的位置 对于昨天这个讲话做了一个介绍 里面还提到了说 中国非常鼓舞人心的是将长期的关注于改革 关注于这个结构性的这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同时还提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那另外对于这次讲话呢 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的李道奎教授也提出来 这是总理在西方国家讲话十分罕见的 首次提到了双引擎的这个概念 就是不仅要依靠市场的自身的这种内生动力和创造力 同时也要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好的 非常感谢张元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那么时隔五年重回拿沃斯的中国总理李克强 作为唯一在大会开运事上发表特别致词的外国领导人 详细阐述了全球新局势下的中国方案 告诉世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下一步将如何发展 给处于纷乱局势下的全球经济以信心提振 出行论谈前 李克强在工作之余 登上下滩饭店边海拔一千八百米的沙次二杯山顶 积木远眺 放眼达沃斯 这段访问间的小插曲也给了李克强演讲的灵感 和对世界当前形势的感触 达沃斯的确是一个美丽宁静安详的象征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并不平静 甚至不安眠 确实 欧洲还因法国恐不袭击而惊魂未定 爱不拉爆发 火药灌斑的中东 乌克兰冲突依旧消炎弥漫 加上经济低迷 油价几跌 去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逐步成为全球性挑战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 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拉开帷幕 李克强表示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 我们主张要坚定维护和平 稳定 坚守和平稳定的底线 中国主张维持二章后形成的国际秩序 和普遍公认性质的国际关系准则 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要共同促进多元的世界文明和谐相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为 对深日卫视记者表示 本次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就是世界的新局势 包括世界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 以及地缘政治带给经济增长的风险 所以 李克强总理的演讲 一开始就阐明中国对世界安全局势的态度 中国表明了中国世界应该更加包容的 多元性的 减少了这个世界经济增长的政治的 地位政治的风险 安全的风险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态 这个是世界投资 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 事实上 作为此次达沃斯论坛 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质子的唯一外国领导人 李克强如何阐述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未来发展 无疑是台下近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超过2500名 来自超过140个国家的政界 商界 学术界 媒体与会代表最关心的问题 演讲前一天 中国刚公布了2014年7.4%的增长率 对这一中国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长率 李克强透过演讲给世界打了一记强心针 他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发展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 为此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结构性改革 应当看到 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既有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 也有内在的经济规律 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 激素增大 即使是每年7%的增长 年度的限价增量 也要达到8000多亿美元 比5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 尽管新一年 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 这个墙仍然以详实的数据向外界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他还用当地熟悉的滑雪三要素形象比喻 中国不会搞大水漫贯来刺激经济复苏 而是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好的实行定向调控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瑞士达沃斯是世界的滑雪圣地 大家知道滑雪有三要素 速度 平衡 勇气 对中国经济而言 就是要在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中平衡好 稳增长和促改革调节后的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涵表示 李克强总理这番信心喊话 无疑对稳定世界经济格局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这个金融危机不断地深化吧 实际上别人眼睛都看着中国 说中国如果要出事的话 那世界经济就翻天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中国是给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的一个最稳定的定心栏吧 如果中国经济稳定 那么世界经济未来就觉得增长有了一个点 有了一个支点 有了一个靠山 从这个角度上讲 就是中国总理提出的这个信息吧 非常非常重要 世界各大主流媒体也聚焦了一个墙 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 英国金融时报将其视作 本届达沃斯最重要的主持演讲 德国财经网表示 中国旧的增长模式正在离去 一个新的中国经济正在崛起 并且更多的依靠创新服务和国内消费 世界是要重新定义中国经济 韩国每日经济称 李克强新年首次外访选择大物司 是因为正当外界对中国经济 会不会硬着落充满争议的时候 这里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全面施化改革政策 打消世界一律的最佳场所 尽管有登高远眺的轻松一幕 但是李克强演讲当天的行程可谓满满荡荡 据新华国际报道 李克强首先同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的代表们 对话交流回答了四位企业家提出的问题 接着前往达沃斯市政府 与瑞士联邦主席索马鲁加举行会谈 并且共同出席签字仪式 活动结束后又返回国际会议中心 出席论坛全会发表特别致辞 并且回答记者提问 天黑后 李克强才几度时间 同乌克兰总统哈萨克斯坦总理 安排两场会见 正当大家都准备松口气时 在尔维亚总理又强烈提出 要同李克强总理见一下 而当天的三场会晤 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会见 无疑最受外界关注 李克强表示 当前国际形势历经深刻变化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 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发展不要贫穷 要合作不要对抗 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奉行客观公正立场 坚持政治解决方向 将继续为此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中方支持乌克兰走符合国情的道路 波罗申科表示 乌克兰政府重视对华关系 愿保持与中国的合作 无妨希望中方在政治解决 乌克兰问题进程中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王一维认为 乌克兰危机对世界经济 尤其是仍处于低谷的欧洲经济 有着非常大的冲击 而中国作为能与乌克兰问题 各方都能进行对话的大国 发挥自身影响力 就显得尤为必要 有好关系的 也有我们的利益的诉求 也是在乌克兰危机博弈里面 所有大国 欧盟 美国 俄罗斯都能说得上话 所以我觉得借助 在达沃斯论坛这样的机遇 举行中国领导会晤 我觉得也是采集了一个 中国可能今年要 更多的参与 乌克兰危机的解决的进程中 为乌克兰从经济上 找出这样的困境 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几句话虽然看上去轻描淡写 波澜不清 但是我个人认为 李克强总理做出这样的表态 是需要勇气的 甚至是承受了压力的 那么要了解这一点 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 本届冬季达沃斯论坛 召开的大背景 也就是当今 国内与国际的经济大形势 在国内层面 国家统计局 刚刚公布了 2014年的GDP的增幅 不仅由过去的三位数 降到了各位数 而且畅下了 25年以来的轻低 同时连国家统计局也承认 未来GDP增幅 继续下行的压力非常大 同样在国际上 乌克兰危机后 西方对俄罗斯制裁 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国际油价的狂跌 使得大宗商品 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欧元经济区 也再一次进入到了通缩的前夕 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 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强力发动机 更在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 和2008年 全球金融海啸时 果断出手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 都存在着一股强烈的 希望中国政府开闸 放水 力挽颓势的呼声 而李克强 不松也不紧 不温也不火的表态 显然跟国内外的预期 是存在着一定的落差的 而在万众期待中 要表达不一样的观点 我觉得显然是需要勇气的 那我们看到呢 在达乌斯论坛上 有人向李克强总理表示 担心中国经济减速 尤其是存在着的通缩风险 会拖满全球经济复兴的步伐 那对此您有什么来看呢 其实当前就断定中国经济 陷入的筛退 与存在通缩的风险 显然是不复合事实 也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2014年的GDP增速 下降了7.4% 但在全球范围内 这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速 同时在国际油价暴跌 和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大背景下面 中国的通胀率 仍然维持在了2%左右 也谈不上泄露了通缩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次冬季达乌斯论坛上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 实际上只出现了 两种前任不同的声音 一种是不断地给中国戴高帽子 说中国方案与中国答案 仍然是可以拯救世界经济的 另外一种 这是威胁与畅控中国经济 那么在我个人看来 这两种看上去互相矛盾的声音 他们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要无论是高捧还是棒打 都是希望中国能够像2008年那样 继续站出来刺激国内的经济 以拯救世界经济 那么李克强总理 为什么不在达罗斯论坛上松口 答应刺激经济呢 是中国没有这个能力吗 我认为不是 在刺激经济问题上 中国是非不能也 事不为也 也就是说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操作层面上面来讲 中央政府都是有能力继续刺激经济的 因为跟西方国家长期维持低利的不同 中国仍然存在着降息的空间 同时啊 中国的存款准备几率仍然是偏高的 随时可以为金融体系来注入活水 然而即使是有这个能力 也即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金融市场上一直存在着中国将会降准降息的强烈心理预期 但是中国中央中国央行啊 就是不为所动 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因为缺钱 而是因为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继续走过去的开仓放水的脑路 虽然在中短期内 经济增速可以继续维持高位运行 但是从长期来讲 却吹大了经济泡沫 爆发了产能过生与环境污染的势头 同时啊 也使得中国的促改革与调节后无法进行下去 也就是说 在长痛与短痛 治标与治本之间啊 中国政府选择了短痛 以达到长远资本的目的 那么对于李克强总理 在达波斯文台上还会见了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那你又怎么来看呢 我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 除了来自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之外 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重大压力 也就是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俄欧威西的可人计划 以及以美国为止的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既是全球油价暴戒的重要诱因 也是全球经济啊 面临着重大风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李克强在达波斯论坛上 表明对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的看法 以及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都是在